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是圆满了三身和四质的 他的法身啊 大得来没有数据利计 不要去量了 就是写一个数据 把他的法身量出来都利不出这个数据来 正如我告诉同学们的 宇宙多大 宇宙本体无边 那么法身即是宇宙空间 宇宙真相 因此法身是无有数据利计的 故知最鼎盛法身始祖佛 普贤王如来 变满无分无处不在 既为无处 何来数据 又如我辟语为 宇宙本来无边 如认为有边 边外是何物 那么这一篇文章 请详见于我的有关论述 庄子的道理上边 这是论述道家 因为作为我们 要修学佛法 对儒 世 道 天主 基督等教 不但要精通 而且要精通任何一教 包括他们的教法与宗 科学也要尽量地精通 艺术也得精通 语术也得精通 语言文字也得精通 卫生说法 讲眼辩论 无不通达自如 这样才能自决决他 如果不了解 怎么知道对与错 正与偏 否则就成了大愚痴 犯所知障 就是一生之悲惨下场 我是惭愧之身坐在这里 勉强为同学们 做粗略之开示 原因何在 上述猪条未曾得缘 好好好 就是如此了 除了讲说法身 那么当我们谈报身 他的报身又怎样显得呢 报身就是一个圆满庄严的 无比的报身 具备三十二大丈夫像 八十种随形庄严 六十四元音 一切诸天圣者 无与伦比 说到这里 我们就看到 每个大庙上 素的佛菩萨 你看是如此庄严 天庭饱满 地阔风龙 两耳垂肩 等等等等 三十二大丈夫像 但是告诉同学们 那是把佛歪曲得来 成了一个丑丑人去了 没有办法 这是凡夫在素圣像 怎么能达到圣意呢 凡夫不能素圣像 但不素又没有表法之体 能素圣像又达不到圣意 那么佛到底是啥样呢 我就告诉你们具体辟语 不予详解 简单一点说 释迦世尊曾经引渡一弟子 参观地狱 觉得地狱之苦 胜过人间是百千万倍 才发心学佛 又引渡到天堂去游览 见到天堂天女是美不胜收 那么为什么要引她去 在家之时 她贪爱她的妻子 妻是儿女 浊于静不能丢 妻子又贪爱于夫君 浊于静不能丢 说到这里 跟同学们讲一下了 你们不要回家以后 就说我们上师叫我 见不得你了 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说不能丢 不是说不理他们 而是要关心他们胜于自己 正如基本的 肆无量心修持一样 所谓说不能丢 是指断除我职 不认其执着为生死之所 伴苦因 要自我解脱成圣 必须度他们 让他们与自己一样幸福 日常关心他们 施予菩提之心 对自己的丈夫 应该行似无量心 应该忠贞于他们 对自己的妻子 也应该义父如是对待 要首先家里面搞得好 然后才谈得上 扩散来为亲戚 为朋友 为众生 为整个世界 为龙华会上的佛境 增添一份力量 只能说是秦时的境界 是牵涉六根的问题 如果六根能祭灭 那么才能六成不拙 因此 我不是叫同学们回去 见不得自己的亲人 把他们丢掉 不但自己要对亲人尊重 而且还要慢慢将你的佛法 来影响于他们 让他们也变为一个善良的人 真正得到幸福的人 这样才是我们一个佛弟子 应该做的 到那个时候 一家是吉祥和气 能成为旁居士他们一家 那多么妙哉之符合 因此我说到这里 就扯到同学们身上来了 那么还是转过去谈谈 释迦世尊为了教化于这位弟子 带他到天上去 哎呀 一看天人 她是四肢无力 全身松软 就是说发大乐之境 当时看到天上的美女 然后再想到她自己的妻子啊 哎呀 比老母猴还要丑啊 她的妻子是天下第一美人 结果变得来比老母猴还丑 那其实是对比而言 同学们 你们不要笑 这是佛场 这是有诸佛菩萨和护法圣神 在护持的地方 你在笑什么呢 要严肃地听法啊 因此这位佛弟子啊 他感到惭愧 他才悔过来了 那么当时啊 佛又告诉他 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就会看到极乐世界的美女啊 十万亿严禁佛土的美女啊 要把这儿你今天看到的这些天人 这些最美的天女 比成老母猴那么丑 那么既然十万亿严禁佛土的美女 都会相对之比而现丑态 何况凡夫与圣人相比 何况凡夫要诉我们 报身佛土的伟大圆满之佛像 怎么诉得出来呢 那些美女 如果说要和世尊比 那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世间的美女 能具一大丈夫像都不容易 而世尊是具备三十二大丈夫像 有八十种随行之庄严 当然这是在报身佛土 所显现出来的圆满佛陀 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世尊像 报身佛土的十方诸佛和释迦牟尼佛 就是如此无比庄严啊 一切诸天圣者 因此根本不可能论比 凡人就干脆不要再说 有两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